我跟伯鴻是彼此的 第一個那個螢幕情侶 沒有美色嗎 是嗎 沒有啊 放到我來裡 最青色的方志友和林伯鴻 看過這部的請嘉儀 我們是星光大道的青梅出賣 他是我上一集淘汰 我是他下一集淘汰 07年就一起訓練唱歌 07年訓練到現在 18年我18年 要比他前面 還是妳在電影 找我們兩個唱出一曲 可以可以 我們那些都在演戲 還有千娜 配齒 配齒 我們都服務正業 超久懷念的星光二班 方志友在電影本日公秀 飾演髮型設計師 而林伯鴻則飾演他的髮廊通師 說起他們倆的私交 可是已長達16年了 我16歲認識他 然後後來大學念完 他就去當兵了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跟安心亞還寄那個物資給他 然後他在軍營裡就超級 對 他在軍營裡就是 頭胎超高這樣 就公司幫我 收集了我們 就是寫信給他 然後準備零食 就給他寄到裡面這樣 他就在裡面就是 尾巴笑很高這樣 是不是還有付簽名照好像 對還付簽名照在裡面 很好笑 我們就還付簽名照在裡面 就給他發給同事們 然後後來沒多久 他就去演勇士們 就認識了楊茗薇這樣 然後他們就是 也是年輕的時候有一起玩這樣 然後再之後 我跟茗薇才認識的 然後他就覺得很神奇的緣分 就是他各自 在小時候認識的朋友 竟然都在一起這樣 房仁之友與老公楊茗 2015年結婚 又有一男一女 早婚的背景 也和在本日公宵裡的角色雷頭 我覺得犧牲很多東西是 是真的有 就是因為我本人也是很年輕 就結婚生小孩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裡面獲得的東西 比犧牲的更多 因為婚後生了小孩 就也更能體會媽媽的辛苦 我自己是結婚後 對媽媽的態度 就有了蠻大的轉變 就是以前我對媽媽講話也是 就像戲裡三個孩子 對媽媽講話一樣 比較沒禮貌 我爸爸也不在了嘛 所以就是又更覺得說 我要好好的對待我的媽媽 然後像我現在都會跟我媽聊天 每次的委屈都一定會是 媽媽我愛你這樣子 真的就會愛你唷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說 愛要及時 就是 對家人的愛 尤其是不可以 害羞 就是要把它表達出來 像我最後悔的事情 就是以前我爸在的時候 我沒有每天跟他說 我愛你 還有給他一個擁抱 所以像現在 我跟我的孩子 就是我們每天 一定都會彼此說 我愛你 這樣子 我就覺得 希望可以到長大以後 我們還是可以每天這樣子的 表達 對彼此的愛 老婆也是 就是我們都 我覺得我們都算是 蠻不吝嗇說 說愛的人 小朋友不會就是 有反抗嗎 完全不會 他們超愛我的 可能因為現在還小 我不知道再過 再過幾年 會不會就是 他們就會不想說 或什麼的 好